大陸观光客来台写拼 在药妆店里头左顾右盼 企图转移店家注意力 女子右手拿着架上 知名品牌化妆水放进包包里头 随后直接走出店家 搭乘计程车离开 直到业者清点商品时才发现 价值将近1500元的化妆水 少了一瓶 这个保養品的价钱明天有优惠吗 所以有 可是它偷的东西不是这个东西 是另外一个东西 对对对 那当时只要转移出品 对对对 这名跟团来台观光的妙龄女子 自称是富家千金 由于当天穿着时尚 店家也不已有她 没有想到貌似富家女的她 竟然下手心切 现在女生是穿得比较时尚一点这样 对对 其他人有买东西 就她没有买东西 药妆店所涉及的这个 窃盗行为不以为意 并且呢向园警表示 她在大陆上 家里从小不愁吃穿 20岁出社会后 也不需要工作 警方寻现在林口的商务饭店 逮到正名陆籍土豪女 短短四个小时宣告破案 花钱来台观光 却为了一瓶化妆水 手养偷窃 让观光之旅变了调 记者新北市 综合报道 宣告